柴山迷猴又被母籍下山爬爬灶 在谷山九茹路 三四只集体逛大街 跳上扛棒当蜘蛛人 甚至闯进社区的中庭纳梁 还有从机车置物箱 偷了汽水猛灌 净化到进超商啃香蕉 入侵社区的事件频传 有名义代表提出杰渣的建议 透过杰渣抑制数量 解决猕猴之乱 当地人怎么看 杰渣 杰渣 数量实在太多了 我还不赞成 我会搞太多了 刷顶都不怕都借了 吃得多刷得下来 有人赞同 也有人反对 他们要怎么抓 我不赞成 为什么 那或者他们 他们要是一代传一代 狗野猫一样的道理吧 对吧 人家都会抓不到 这些寻找新天地的猴子 都有可能在新的地点形成猴群 猕猴从路边抢食 到下山进生鲜超市偷香蕉 多半是在山上被排挤的个体 猴群间有样学样学来的 专家说柴山猕猴的数量 最适当的是700到800只 目前1400多只 已经过度饱和 要将低繁殖的数量 收容又过于庞大 建议此猴接种避孕药 会比结扎来得有效 也省人力跟经费 因为结扎牵扯到动手术 永久性绝育的手段 疫苗注射并不牵扯到 麻醉 也不牵扯到外科手术 毕竟猕猴是野生的 结扎争议大 可行性低 怎么短期之间解决猕猴之乱 不再是在地日常 不是容易是 TVBS新闻 李战胜黄小琪 高雄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 好 好